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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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位人兄 著名的籃球员米高佐敦 是其中一个学习NLP名人 他曾经这么说过 我曾经射失过超过9000球 输过接近300场比赛 有26次,我隊友很相信我,交個球給我 由我去射決定勝負的一球,而我是射失了 在我籃球生涯裏面,我遇到的是失敗,失敗和失敗 這就是我今日成功的原因 大家聽完這番說話之後有什麼感覺? 你們覺得正向思維有多重要? 假如你是一個運動員,你又好像米高佐等的正向思維 對你的運動又有什麼幫助呢? 面對失敗,你又可不可以明白背後的意義? 當你明白了背後的意義的時候,你對將來有什麼新的看法呢? MING PAO CANADA